提起车展总会让人联想到 乡车美人 这种新项目是历久不衰 然而时至今日 女性除了成为车模之外 也开始走进以男人为主的汽车行业 当起了主管 虽然起步晚 但不排除女性将成为汽车领域发展的新动力 3月5号登场的2019日内瓦车展上 来自全球40多家汽车企业 展出将近100款的首发车型 和过往一样 吸引眼球的除了豪华车之外 还有养眼的车模 这种香车美人的销售模式 早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流行 然而去年4月的上海车展 首次禁用车模 目的是希望还原车展本来的模样 一直以来 汽车行业被视为是男人的天下 女性很难占有一席之地 获评2018年度汽车人物的 雪铁龙执行长林达杰克逊却认为 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汽车行业 客户注重的其实是产品体验 除了林达杰克逊 通用汽车的执行长兼董事长博拉 也是汽车行业内少数的女主管 有分析指出 汽车领域已慢慢出现改变 随着女性买车 日益成为主导 一些汽车企业也开始让女性 加入设计团队 虽然发展缓慢 但女性的能力 已逐步取得许多汽车厂商的肯定 相信未来在汽车领域 能够形成一股新动力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